生命仅仅是就是一个瞬间,过好它,就爱它,享受它,活着就是胜利,挣钱只是游戏,健康才是目的,快乐更是真谛,百年之后,你是你的,我是我的,在美丽的语言里无法跟你沟通,因为我们要沉睡,睡很久,很久。 所以,身边的人要相互珍惜,因为每个世人的时间都越来越少,最终还是要互相分离,不要争执,不要斗气,好好说话,相互理解,好好珍惜对你好的人,离开了,互联网也联系不上,生命,每个人只有一次,或长或短,生活,每个人都在继续,或悲或欢,人生,每个人都在旅途。 或起或福,人无完人,事无完美,有些小人,你不需计较,计较会烦,有些烦事,你不必在意,在意会累,世界很大,人心很杂,哪能不遇到小人,红尘很深,人世浮华,哪能没有担心事,想得轻一点,活着就该随遇而安,看得带一点,头顶就有一道蓝天,谁都会害怕失去, 尤其是拼了命的珍惜后,却还是什么都留不住,转情啊,还是顺其自然吧,无可奈何也好,心态带来也罢,唯有时间能说真话,谁是真,谁是假,谁心疼的把你眼泪擦, 无人这辈子,有人羡慕你,有人讨厌你,有人嫉妒你,有人看不起你,没关系,他们都是外人,生活就是这样,你所做的一切不能让,每个人都满意,不要为了讨好别人,而丢失自己的本性, 一样的眼睛,不一样的看法,一样的耳朵,不一样的听法,一样的嘴巴,不一样的说法,一样的心,不一样的想法,一样的钱,不一样的花法,一样的人们,不一样的活法, 在优秀,也得碰上是货的人在付出,也得遇上感恩的人,在真诚,也得赶上有心的人,在天让,也得面对珍惜的人,你所知道的不要全说,你所看到的不要全信,这个世界,不是用眼看,而是用心品,自古人生最近满,半平半父半自安,半命半天半机遇,半事半设半行善,半龙半亚半糊涂, 半智半鱼半生贤,半人半我半自在,半醒半醉半神仙,半清半爱半苦乐,半俗半缠半孙缘,人生一半在于我,另外一半听自然,用心数数,我们的生命还有多少日子,够我们浪费,够我们消遣,够我们作践,够我们感叹,好好的活着,简简单单过好今后的每一天,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